revival 大家好 我是教育心理學家林小姐 教育局為了加強支援аю 學校照顧學生的不同教育需要 在2008-2009學年 開始推行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有關服務涵蓋了保 conver性 預防性和發展性的工作 在學校系統 教師支援和學生支援 三個層面照顧學生的不同教育需要 以下就是我在其中一間中學 進行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時的點滴 當時我和學校人員 就讀中五有自閉症的知休生 陳阿漢的家長 一起開了一個個別學習計劃的會議 總結剛才的討論 我們今年幫阿漢在學習和社交兩方面 並立了以下的目標和達標的方法 在學習方面 為了發展阿漢在科學上的興趣和潛能 我們會邀請阿漢參加《我是科學家》 這個知休訓練課程 發學科的老師 也會在課堂上給多些機會阿漢 為同學示範不同的實驗 至於社交方面 我們繼續會由教育心理學家林小姐 和社工馬姑娘為阿漢提供個別和社交小組的訓練 去改善阿漢和同學的相處技巧 尤其在社交溝通方面 林小姐和馬姑娘會定期和各科任老師溝通 讓老師適當配合 幫助阿漢將學習到的技巧 應用在日常和人相處上 我們也會請家長配合 用這些訓練的內容 繼續在家裡和阿漢做訓練 好 如果大家沒有其他疑問 我們為阿漢召開的個別學習會議 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出席 多謝大家 譚老師 真是多謝你 說真的 如果沒有你們幫忙 我也不知道怎樣幫阿漢才好 千萬不要這樣說 大家都是想幫到個學生 其實 如果你真的要多謝 我覺得你應該多謝教育心理學家林小姐 我們都是在上一學年 和林小姐進行了諮商會議之後 令我們察覺到阿漢可能有特殊教育需要 他需要我們的支援 林小姐還幫阿漢做了評估 讓我們更確切知道阿漢有什麼特殊教育需要 都是全內校方有參與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計劃 那我也很多謝林小姐 多謝你和Miss Wong 一起提供訓練給阿漢 他現在才有這麼大進步 不僅如此 林小姐還和我們幾位 有份教阿漢的老師 討論過阿漢的進展 又告訴我們 有自閉症之優生的特徵 和幫他們的方法 那大家一起配合 才能為阿漢提供適切的支援 林小姐當然是專業 他還為我提供諮商服務 和我談了很多 我在家可以做到的事 好像和阿漢訂立獎勵計劃 他還鼓勵我和阿漢多聊天 現在我們在晚上 都經常談回他在社交小組學到的事 和在學校發生過的事 那就好咯 我想你和兒子的關係 都應該好了很多 是啊 現在真是溝通多了 他還經常告訴我 他在學校和同學相處的情況 我覺得 現在的同學都好像 多了關心阿漢 比以前更加包容他 我覺得 他們相處應該比之前好很多 是啊 林小姐和蛇公搞了一個 蓬佩輔導計劃給同學 讓他們學習蓬佩相處之島 那怪不得知 阿漢以前讀小學的時候 我哪會找這些服務 現在真的好很多 那都是多得政府 在2008至2009學年開始 是官將中小學大力推行這個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計劃 如果不是 我們學校都沒有這麼好的 教育心理服務了 原來是這樣 那校本教育心理服務計劃 便可以令學校得到更全面的支援咯 我兒子以前讀的小學 不知道有沒有參加這個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計劃呢? 如果有就好了 我兒子有很多師弟師妹 都有這些特殊教育需要的 教育局說現在大部分的 官、津、中、小學都有這個服務的了 聽說在2016至2017學年 全港的官、津、中、小學都有的了 那便好了 不過 你可不可以多說些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的內容給我知? 陳先生 讓我試下解釋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是甚麼給你知 其實過往林小姐都有為學校提供教育心理服務 不過以前就是以轉介模式提供的 即是當學校有需要的時候 會請林小姐到校幫忙 以前集中處理個案 以補救性的工作比較多 即是處理已經出現了的問題 或者減低特殊教育需要對學生的影響 但上學年開始 林小姐以校本的模式為本校提供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即是說現在林小姐會定期到校 她的工作更加涵蓋在不同的層面 除了處理學生個案、支援老師之外 她更加會幫助學校進行系統層面的工作 簡單來說 林小姐現在不單止是做一些補救性的工作 更加會為學校做一些預防性和發展性的工作 系統層面的工作 即是好像電腦系統那樣 陳先生,你的想法也很有創意 系統層面的工作 例如檢視學校的學生支援政策 又或者現在部分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同學 他們在功課、測考的時候 學校都需要為他們作出調適的安排 這些都是經過林小姐 和我們的學生支援組的同事一起討論 現在才有這麼完善的安排 這些就是你剛才所說的補救性工作 對呀 除了補救性工作 林小姐還會做一些預防性工作 即是在問題未出現或者擴大之前 及早介入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同學 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服務 令到問題得以及早舒緩和處理 例如林小姐為我們提供諮商服務 令學校優化及早識別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政策 讓學校可以盡快識別到有需要的學生 和調配足夠的資源 為這些學生提供及早的支援 那林小姐是否只是為兒子 這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服務 不是的 正如剛才所說 林小姐的工作層面都很廣泛 例如林小姐都會和學校合作 為學校制定危機處理政策及措施 令學校各職系人員都了解到處理危機事件時候的程序 和大家在處理危機時肩負起的角色 學校長 你剛才提過林小姐還會做一些發展性的工作 又是甚麼來的 所謂發展性工作就是指幫助學校加強 和發展正面特質的工作 例如學校接下來會發展資優教育的工作 林小姐都會和學校的人員討論提供意見 讓學校可以發展一套既有效又有系統的方法 去發掘和培育天賦優異的學生 以及為他們提供適的教育和訓練機會 令他們可以充分發揮潛能 就好像接下來會邀請阿漢參加的 《我是科學家》這個訓練課成這樣 另外,學校訓婦組近年推行的關外校園文化 其實都是林小姐和訓婦組的同事 共同設計和籌辦的一個項目 現在全校的師生更加互愛互助 大家的關係都更加和諧和融合 那聽起來,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其實都真的包括了很多東西 是啊,所以比起以前的轉介模式 現在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更加全面更多元化 更加能夠配合學校的發展需要 令學校可以照顧不同學生的成長需要 林小姐,多謝你每一次都出席我們 維亞漢開的個別學習計劃、諮商會議 在整個學年當中,又為老師和家長提供這麼多 這麼好的建議 令我們明白到怎樣可以有效感在不同層面 包括課堂教學、小組訓練和個別輔導方面 支援像阿漢這類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同時,你又令家長明白到 他在家可以做些什麼 和學校可以怎樣和家長合作幫助阿漢 令他今年有很大的進步 別客氣了,Miss Wong 都要靠你們學校和家長一起努力 用心地幫阿漢 他才能有這麼大的進步 另外想問問你 我們學校申請了教育局舉辦的 加強支援有自閉症學生的延展試驗計劃 我們是否都可以邀請你出席有關的會議 討論一下有關支援自閉症學生的建議 當然可以啦 我們還可以定期開會 一起檢視一下學生的進展 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努力 繼續加強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對了,話時說,你上次在學校的教師專業發展日 就和我們全體的老師分享了有關如何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向老師介紹了一些支援學生提升學語教效能的策略 很多老師試過之後反應都很好 他們說那些同學上課專心了,參與度又高了 大家又教得輕鬆了 校長還問,下學期可不可以再邀請你 在教師發展日來學校 為我們的老師進行培訓啦 當然沒問題啦 遲些讓我再和你們商量一下 就著學校的需要 定下下個學年的講座題目啦 啊,你上次不是提到老師 對幾個學生的行為和精神健康有關注 想找我做諮商的,是嗎? 是啊,老師在課堂中 留意到有幾個學生 好像和其他同學有些不同 注意到他們可能有特殊教育需要 或者精神健康的困難 想諮詢一下你的意見 讓我們可以早點知道 他們哪方面有困難和需要 早點幫助到他們 好啊,及早識別不同需要的學生 都是很重要的 適切及時的支援 可以在問題未發生或擴大前 及早介入啊嘛 等我下次到校的時候 和這些同學仔的任教老師開諮商會 一起討論下支援他們的策略啦 這樣就可以幫學校 盡快發展校本支援的措施 去支援這些學生 太好了 多謝你為我們學校的學生 老師和家長 提供這麼多不同的專業意見 真是麻煩你啊 Mis Wong 早兩日阿漢給了通告我 說你邀請我去一個正向思考 家長課程裡幫忙啊 做什麼啊? 啊,是呀 我和林小姐都覺得阿漢有很大的進步 而你又充滿正能量 所以想找你幫忙 向其他有相類似困難的家長 分享下你們親身的經驗 和鼓勵下他們主動面對學生的困難 這麼有意義 我一定幫忙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是一項全面和綜合性的教育心理服務 我相信在學校和家長的支持下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一定能夠提升學校的專業知識和校能 以照顧學生的不同教育需要 由2008至2009學年開始 教育局分階段擴展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從不同層面加強支援學校照顧學生的不同教育需要 教育局預期於2016至2017學年 將校本教育心理服務覆蓋全港所有官津中學和小學 下醫院也會 sheriff的 Kim Çizek 家學生科系統 任陽 教育 課